次数比较多 但是关键一个就是他近两年 就是近一段时间 他的水平发挥还是很稳定的 你看看代表法国出战的皮鸿燕呢 在去年的一系列的超级联赛里面 一直成绩都很好 并且都能够经常在八强 进攻方面 不多打一些突击球的话 以往的跟这个边面拉掉 因为老将很多在参加超级联赛呢 他们都是采取一种以赛带练 周围这个角度大量 这种类型的队员 他这样类型的运动员这方面体力啊 确实是比较难以维持他多拍击 就是取得了全英超级在这个鸿燕亚军 这个是非常不简单的 所以但是周密呢 这个他在08年的表现 上一战是周密啊 上一战也是他们俩 马来西亚是马来西亚也是他们俩 中密赢的表演 但是这一战现在紧厚 但是他在打法上并不是被对手压得很多 而是自己的一些失误 现在在欧洲打球呢 中国除了现在看到的皮鸿燕亚军 发挥自己的长处 两个玩起了平球 打平球两次后呢 看上去准备发短球 后来还是发了个高眼 你看这个周密已经判断好了 就推到一个空档 刚才高中导说平衡院的打法 有点像公之超 真的现在越看越像 但是公之超比他更能磨 有点像公之超 有点像公之超 他本身他的这种 我们说意思 特别是连贯意思 他不是说意味的跑 他不是被动的跑 对 因为打拉掉了队员 他本身这个球打了非常机的 拍出非常多 其实老运动员呢 他们在基本功的这种掌握上还是相当的熟练的 这种时候能够扳回的 16比18 就看看这个关键的了 17比18 话音刚落 周密的头顶 然后突然勾对脚 19比17 有 好球 这种沙滋线很漂亮 你看 边边的表情 所以我们一般要求 这些球 只要是打进去 只要打进去就有 发往前 周密的球没过头 平面打掉洞 它是沙滋线 再掉 这个界外啊 打成20比20 我心里造成很大的影响 发屏高了 哇 周密现在尽管是刚才 短球 这位已经判断到皮庸宴的后场都是杀直线的了 所以也防住了 好 21 皮庸宴炸的主动 但是这个过头了 然后把这个拉开 哇 现在谁都防住了啊 点拉得很开了 有了 28小时 从发质上已经有很多变化了 有高的 有平的 有高原点的 双方都要减少失误 因为球现在打的点很大 机会来了 有啊 皮庸宴23比21在落后的情况下 我们明天下午的1点50分呢 我们将会12点50分呢 我们就会给大家现场直播 五个单项的决赛 谢信芳拿了这个冠军 到了08年 是现在场上的这个周密 代表中国香港参赛的周密 拿了这个冠军 所以今天呢 这个周密呢 是为未免而战 但是现在谁上谁负 真 也是强攻反压 是很难奏效的 所以他也必须要找机会 增加了难度 但是我拉掉 更多落点 这个机位看双方的步伐看得很清晰啊 说我们喜欢打羽毛球的观众朋友呢 不妨现在就可以 这个位置 小生这个破误 比如这个幸亏刚好是打得很大 同一个位置同一个拉球出界 三王确实感觉很辛苦 现在双方还是大范围的在打拉 你看这个皮红烟强攻 很厉害这个球 实际上他抓这个球 漂亮 他有机会 他一定是要 确实是他跟皮红烟这样的打了 这个球哪怕你勾对脚 能勾过去 对方也是强胜 反过来皮红烟在这个拉掉过程里面还加了一些优势 这么看一个皮红烟已经过了 好多 好多 爽得非常 好快 又是一个阶段 对一个正手拐对脚的往前 批对脚比较容易做嘛 有 有 没想到吧 没想到 这个皮庸晏他 除了自己 这个像是他这种正常的 这个有心态 对方对方相当积极 所以赢了这场比赛 这也是相当正常的